很多顾客都会担心蚊帐的安装很复杂 其实不会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本款蚊帐的安装方法 首先我们把蚊帐铺平 我们这款杖纱采用的是50D网眼加密工艺 相比市面上其他的蚊帐密度更高更牢固 这款蚊帐的网眼非常的细密 再小的蚊子都是飞不进去的 而且它的强度柔韧性都是非常的好的 用得很久都不会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支架 我们的这个支架采用的是8.5毫米的超细玻璃纤维 重量轻 强度高 承重特别的强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请你来猜猜我有多重 一个120斤的成人站在上面是毫无压力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把我们的支架装到蚊帐上面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支架是有分成两根的 那我们先装好其中的一根 找到这个支架的头 把这个头部穿插进去 我们把两根支架沿着对角线穿进去之后呢 下面我们要把这个蚊帐撑起来 那蚊帐撑起来之后呢 我们会在这里看到一个白色的扣 我们把支架的头插到这个扣里面 然后呢放好 其他四个角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蚊帐采用的是360度全包围的一个设计 没有任何的实角 也就是说不给蚊子留任何的可乘之机 那相比普通的宫廷蚊帐 在这边宫廷蚊帐都会有一个门 那它就会有一定的空隙 也就是说它不管怎么收 都没有办法彻底的主导蚊子飞进去 而且我们的全包围设计 它的底部也是完全包住的 而且这边非常的牢固 这样子就不用担心小孩子晚上睡觉翻身的时候掉下床来 非常适合有小孩子的家庭 很多买家都会抱怨 普通蒙古包蚊帐的高度太低 空间很小太压抑 所以呢 我们今年特意将我们的蒙古包蚊帐做了一个升级 把它的高度加高到了170公分 那现在我们的蒙古包蚊帐 比普通市面上的蚊帐高出了整整35公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一家三口躺在里面都不会觉得有丝毫的拥挤 那下面这一圈独特的防纹布设计 它不仅美观 更能防止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手臂腿部碰触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被蚊子咬到 那市面上的蚊帐呢现在大都采用防纹纱设计 那纱布的缝隙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即使是双层也挡不住蚊子尖锐的嘴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蚊帐的细节 首先是顶部的小天窗设计可用于挂小风扇或者自己喜欢的挂件 非常的人性化 外面这里有一圈非常精致的蕾丝 大家可以看到做工是非常精致的 可以说放在卧室里是非常的美观 拉链我们采用的是双面双向设计 不管我们人在蚊帐的里面还是外面 往哪个方向都可以自由拉合 我们将拉链打开来看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呢有一个挂钩 方便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可以把杖纱挂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蚊帐采用的是三开门的设计 不管从哪个方向都可以自由的进出 我们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取物品的时候都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的